刑委是日前接獲多起投資虛擬貨幣 卻血本無歸的案件 日前僅動員了上百零的警力 在十五個地點執行 搜索十四人盜案 全案依涉嫌刑法的詐欺罪 洗錢防治法 還有銀行法等罪嫌移送審判 刑警拿起鐵鞘 對著大門猛力狂敲 破壞鐵門 準備指導詐騙集團的據點 這名零姓男子涉及虛擬詐騙 三年多來至少百人受害 他在哪裡 他在家裡 我們注意找他一下 另一頭也有嫌犯藏匿 警方持搜索票入內 將嫌犯逮捕歸案 正在房間裡的嫌犯 看到警方上門十分錯愕 警方調查 零姓以及潘姓男子等人 組成詐欺集團 透過網路社群軟體發送訊息 以話數又使被害人 投資虛擬貨幣 宣稱會在國內外知名交易所上市 監禁在台北 新北 台中等十五個地點 執行搜索 具體十四個人到案 警方出動四台點鈔機 連夜薯鈔 花了四個小時才清點完 完畢 台北地檢署深夜依違反銀行法 深壓禁見潘姓林姓兩名嫌犯 以及康林公司幹部等七個人追查必留 其余共犯三至二十萬元交保 記者陳冠勳殺人其中建綱綜合報導 挺台北地檢署的 好的 好